林墨宇源源不断吸收着神雷 大世界里的三重天神雷数量越来越庞大 从数量上来说 已经完全足够小月使用 但林墨宇并没有停下来 神雷是个好东西 他不会嫌多 正所谓有备无患 而且等到了四重天 他还想吸收四重天的神雷 一样将之储备起来 以后哪怕离开了雷光紫纹虎的祖地 也有神雷可用 就算自己用不着 那不是还有小物 小五 小妞 小月等人吗 林墨宇贪婪吸收着神雷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两天 两天后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数百里外的地方升起 神雷之中传来一声牛叫声 林墨宇知道 小牛突破了 这时忽然又有灵力的气息生腾 林墨宇眉头一皱 目光无的灵力 同时他听到小五传音 父亲 有人偷袭我们 声音刚响起 林墨宇已经震动诅咒之意 诅咒之意外面 披上了一层悬光 光芒略显朦胧 扰动着时间 时光诅咒之意微微一震 林墨宇便以惊人的速度 越过数百里 来到小五等人所在的地方 八个人正立身于小五几人的不远处 天地间还残留着战斗的气息 小五已经出过手 挡住了对方的偷袭 此八人正是与雷玄一同进入阻地那几人 一位道尊四镜 三位道尊二镜 三位道尊一镜 外加雷玄这个巅峰天尊 林墨宇身形迅速变小 落到小五身边 没事吧 小五摇头 刚才他出手偷袭 不过被我挡住了 而且我还震伤了他的灵魂 小五指着雷玄身边的一位道尊说道 那位出手偷袭的道尊 是一位道尊一镜的修炼者 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显然偷袭失败 反而还被小五反伤 身为魂灵祖兽 小五最擅长的能力 除了因果大道 就是灵魂攻击 一个是他的天赋大道 一个是他的天赋能力 小五的战力 在同镜之中 绝对能排到前列 对方怒视着小五 小五却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林墨宇来了 对方此时化作人形 保留着一些妖族特征 林墨宇并没有认出 他是哪个族系 但这都不重要 只要偷袭了 便有了取死之道 雷玄呵呵一笑 你们的名额 是雷浩那小子给的吧 林墨宇看了眼雷玄 这一眼 让雷玄心里咯噔了一下 林墨宇的目光 带着难以言语的冷漠 给他一种极度可怕的感觉 那感觉 就好像林墨宇在看一个死人 没等雷玄再多说半句 林墨宇已经一直点出 海谷地狱 大片空间扭曲 根本不给他们八人反应的时间 海谷地狱 已经将他们笼罩在其中 八人中 那位道尊四境的强者反应最快 第一时间意识到危险 但还是晚了一步 没有躲过海谷地狱 至于雷玄 根本没反应过来 等他有所反应时 地狱凶灵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迎接他的 就是地狱凶灵的大嘴 对付他们八人 幽冥黑潭中的幽冥黑龙 都懒得动他 光靠地狱凶灵就足够了 道尊三境的地狱凶灵 铺天盖地地涌过去 把他们八人拖进地狱岩浆 同时疯狂撕咬 一时间惨叫连连 道尊血肉 撒遍海谷地狱 海谷地狱 吞噬他们的血肉 将他们的一切都变成自己的养料 可惜 如今的海谷地狱太强 仅是吞噬他们几人 仅能让海谷地狱增强一丝丝 效果非常不明显 转眼间的功夫 八人已经三重天理消失 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 干脆利落 远处一些围观的人 纷纷露出惊骇之色 林墨宇这个道尊二境的人族 下手狠辣 杀人不眨眼 七名道尊 一名巅峰天尊 就这么被杀了 而且 其中一位还是道尊四境 另外有三位 和他一样是道尊二境 竟然毫无地抵抗之力 这个人族道尊什么来头 怎么会这么强 不只是强 而且出手非常狠 从头到尾 他连一句废话都没有 那个被杀的天尊我认识 他叫雷玄 是雷光紫纹虎的嫡系 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在这里 杀雷光紫纹虎的嫡系 在人家的祖地 杀人家的嫡系族人 这事就好玩了 是啊 嫡系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杀了就要付出代价 我看这个人族麻烦大了 怕是走不出雷光紫纹一族 远方众人议论纷纷 言语间并没有遮掩 一字不落地传到了林墨宇的耳朵里 小五听得有些害怕 父亲 杀了雷玄 没事吧 林墨宇笑道 说着林墨宇看了小牛和小巫一眼 检查了他们的情况 小巫此时的境界还在稳步上升 小牛在突破至中阶天尊后 再次陷入修炼状态 血脉轰轰轰作响 显然还在强化着 估计还要几天 两人才能清醒过来 林墨宇也不想浪费这时间 继续去吸收神雷 同时 他还要控制着雷神 为小月洗炼 大世界里 小月很争气 天生玉魂给257了 小月难以想象的可怕天赋 作为本源大陆中 顶尖的天赋之一 小月的修炼速度快到惊人 他在适应神雷之后 就开始借着神雷修炼 境界正在飞快提升 估计着再有一两天的功夫 就可以达到圣尊敬 就算当年的林墨宇 也没有小月这种修炼速度 见林墨宇离开 众人觉得无息可看 他们虽然都在说林墨宇惹上了大麻烦 但他们却无一人出手 林墨宇如此杀人的手段 他们害怕惹祸上身 很多人离开会把这里的事 告诉给雷光紫文虎的族人 由他们出手 这些离开人的礼 有人在离开前 目光却始终盯着小五 眼神中带着几分兴奋 但他隐藏得很好 并没有引起小五和林墨宇的注意 飞出数百里 林墨宇就法重施 重新变成了万米巨人 展开诅咒之意 继续吸收着三重神雷 机会难得 林墨宇不想浪费每一分钟时间 如此又过了两天 林墨宇杀死雷玄的事 终于传开 雷光紫文虎的族人 听闻嫡系被杀 掀起轩然大波 这件事越传越远 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终于有人找上门来 雷霆世界里 来自雷光紫文虎一族的人 至少有数万之多 基本都分布于前面的六重天里 尤其是前面的四重天中 人数最多 第三重天里 至少有数千雷光紫文虎的族人 此刻 一个个雷光紫文虎族人 听闻此事 带着怒意 连自己提炼血脉的事 都不管了 一个个都冲着雷默虎而来 能在第三重天的 基本上不是巅峰天尊 就是道尊 于是 更多的人赶过来看热闹 可以说 第三重天里 至少有超过七成的人 都朝着雷默虎所在地级中 雷昊也在第三重天 他忽然收到了同族的消息 一下子愣住 林兄弟 把雷玄杀了 他二话不说 立即停止修炼 以最快速度 朝着雷默虎所在的方位赶去 雷默虎对此一无所知 当消息传开时 他已经回到了小牛身边 此刻小五和小牛 都不约而同停止了修炼 小五说道 我感觉 自己距离道尊只差一点点了 但这里的神雷还不够强大 我应该还要再上一层 小牛道 我在突破之后 感觉自己还有余力 应该还可以再上一层 小五更不用说 三重天对小五来说 还是有点弱 林默虎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再上一层 言罢 一行人立即出发 寻找通往四重天的通道 在行动时 林默虎并没有解除 对自己的诅咒 继续吸引着雷霆 他算是抠门到了极致 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 其实小牛并不是很肯定 自己能否扛得住 四重天的神雷 不过林默虎觉得 即便扛不住也没关系 他可以把小牛扔回大世界 让他和小月一样 在大世界里吸收神雷 反正 他如今已经收集到了 足够多的三重天神雷 到了四重天后 他会继续收集神雷 暂时不需要担心 神雷耗尽的问题 小五坐在小牛背上 左顺右顺 怎么有这么多人跟着我们啊 此时至少有数百人 跟在林默虎身后 这些人跟得很远 足足有上百里远 他们基本上都是看热闹的 只是看热闹而已 没有别的想法 林默虎出手太狠了 秒杀雷旋八人 把他们都吓个半死 直至一小时后 林默虎四人 找到了一条 通往第四重天的通道 然后一头钻了进去 跟在后面 看热闹的人都愣住了 他们去第四重天了 那怎么办 我们也过去吗 过去个屁 过去找死吗 可惜了 热闹看不成了 我听说雷光紫文虎的人 正在赶过来 他们会不会收到什么消息 所以提前溜了 有这个可能 但他们能溜到哪里去 阻地百日中 他们根本出不去 反正这几个人 估计下场会很惨 这些家伙知道热闹看不成了 也就散开 各自寻找地方 吸引神雷进行修炼 在林默虎走后 又过了数小时 一只人马 浩浩荡荡地赶了过来 发现林默虎几人已经离开 有人收到消息 知道林默虎几人 已经前往第四重天 立即有人决定 追上第四重天 同时要把这个消息 带到第四重天 在他们的祖地里 杀他们的嫡系族人 这和直接打他们的脸 有什么区别 是一种事 绝对不能忍 雷浩知道林默虎去了第四重天 听到同族人的议论 心中有些为林默虎担心 心中虽然担心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阻止 林默虎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公愤 以他目前的身份地位 还不足以压制公愤 现在他们要通知 在第四重天的那些人 去杀了林默虎为雷玄报仇 第四重天的 可都是道尊啊 而且足有数千人之多 如果对林默虎群起而攻之 林默虎怎么挡得住 越想越是担心 到后来 雷浩一狠心一咬牙 转身离去 他也不管自己修炼了 转而去找通往第四重天的通道 他要去第四重天 并不是仅仅带消息给林默虎 而是觉得 他应该和林默虎站到一起 林默虎之所以杀雷玄 肯定是为了自己 也极有可能是雷玄先惹的林默虎 无论出于哪种原因 他都要和林默虎站到一起 以他此时的境界 最适合他的 就是第三重天 第四重天的神雷 应付起来会很吃力 可现在 也顾不得许多了 第四重天 神雷的强度 再度增强数倍之多 在这里 小牛气血沸腾 所有精力 全部用来吸收神雷 林默虎知道 这里已经是小牛的极限 小牛以中阶天尊之身 来到第四重天 对许多妖族来说 已经是个不可能的奇迹 正常来说 第一重天 才是小牛应该待的地方 如果能去第二重天 就足以证明 小牛血脉强大 第二重天一般来说 都是高阶和巅峰天尊修炼的地方 若小牛能到第三重天 说明小牛的天赋 已经强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他的血脉之强 超越了绝大部分妖族 可现在 小牛以中阶天尊之身 来到了第四重天 第四重天 可是道尊二境三境所待的地方 他竟然在中阶天尊之身 来到了这里 这说明什么 就算是林墨宇 都为小牛的血脉所惊讶 或许小牛的血脉 比自己所想的 还要强大 在第四重天 神雷的持续轰击下 小牛的气息 正在急剧增强 这样下去 用不了两天 他就能突破中阶天尊 达到高阶天尊的程度 不只是小牛 小巫的气息也在增强 距离道尊越来越近 在第四重天 小巫也终于享受到了 神雷带来的福利 他的血脉开也使变强 魂灵祖兽 属于灵兽中的异类 拥有着惊人天赋 强大血脉 第四重天 对小五来说 并不是极限 只是开始 林墨宇放出一名龙骑军团长 为三人护法 而他自己则飞出百里 继续化身巨人 展开诅咒之意 吸收着四重天的神雷 在大世界里 林墨宇设置了一块新的区域 专门用来储存 第四重天的神雷 大世界再次轰鸣不止 但有了几天的经验 大世界里的人已经习惯 而且人黄也下发了通知 所以大世界里的人们一点 也没有惊慌 该干嘛就干嘛 是雷声如雾飞 四重天的神雷 达到了道尊三境的程度 依旧可以被大世界承受 作为世界之主 林墨宇感觉到 大世界也已经到了极限 若是到了第五重天 神雷就不是大世界 能够承受了 需要另想办法 仅仅两天后 小牛的气息再度轰然提升 他突破到了高阶天尊 进入阻地不到十天 小牛已经连着突破两个境界 这种速度远超所有人 神雷对每个人的效果都不一样 对小牛来说 第一次沐浴神雷 效果是最好的 再加上他极为强大的血脉 最终能如此快速地提升境界 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牛到了高阶天尊后 第四重天神雷带来的压力 迅速减弱 小牛立即变得轻松了很多 正要发出一声长笑 全身颤抖 脑袋刚刚扬起 还没来得及叫出声 忽然一只小手就拍了在脑袋上 赶发 砰的一声 小牛被拍得七昏八素 刚刚突破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可是小牛却一点脾气都不太很清楚 这只小手的主人 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 和境界无关 惹不起就是惹不起 惹了这个姑奶奶 以后就没好日子过了 小五一巴掌拍灭了小牛的好心情 安静点 我快要突破了 小牛低下脑袋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时间 不过在突破高阶天尊后 小牛的修炼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 想要突破巅峰天尊 需要一些忠鱼 在他们来到第四重天后的第五天 小五身上的气息 发生了八百五十七变化 一条朦胧大道 缠绕在小五身上 与小五发生融合 小五终于突破了天尊极限 开始步入道尊范畴 开始突破道尊 这个过程中 不能受到打扰 此时 一直安静无声的龙齐军团长 突然抬起了脑袋 朝着远方看去 龙齐军团长出现动静 意味着有人来了 小牛也抬头看去 看到来人后 眼中的警惕消失不见 来的是雷浩 小牛对着龙齐军团长道 自己人 不用担心 这位龙齐军团长 是代号世一 是最早开启灵智的一位 自然能懂小牛的话 他默默点头 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虽然如此 可他依旧盯着雷浩 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如果雷浩敢有任何异动 他就会立即出手 雷浩顶着神雷 艰难无比地赶过来 速度并不快 看他的模样 带着几分慌张 见到小牛几人无视 他不禁松了口气 可是他发现 林墨宇并不在这里 不知去了哪里 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雷浩来到小牛面前 声音急促 林兄弟呢 小牛朝着一旁看了看 主人不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了 雷浩道 林兄弟杀了雷玄 现在这件事传开了 有很多人 要过来杀林兄弟 小牛道 有多少人 雷浩道 很多 至少几千人 基本上都是道尊 小牛继续问道 有道尊四斤以上的吗 雷浩想了想 应该没有 小牛很是随意说道 那就让他们来吧 来多少死多少 啪 一只小手伸过来 在雷浩脑袋上 重重拍了一下 让你安静点 听不懂吗 小牛 立即压低声音 陪着笑 知道知道 小巫继续着 他的突破大叶 小牛小心翼翼 对着雷浩道 不用担心 如果那些家伙赶来 来一个死一个 雷浩不是很相信 小牛的话 可是看看不远处的 龙骑军团长 想到了当年 在世界之争时 林墨宇那恐怖无比 铺天盖地的亡灵大军 似乎又觉得 不是不可能 龙骑军团长现在 并不是战斗状态 气息不显 看不出境界高低 但雷浩从他身上 感觉到了危险 自己似乎不是 对方的对手 要知道 在阻地里 他血脉被完全激发 战力提升了很多 堪比道尊 同样的 他的族人战力 也会根据血脉强弱 有所提升 他把这个情况 和小牛说了 可小牛依旧蛮不在乎 对此 雷浩也没办法 小牛再度闭目修炼 接引神雷 提升自己的血脉 雷浩也是无奈 反正他已经来到了这里 再走是不可能的 不管事情如何发展 他都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 第四重天的世界 除了雷声 就没有别的动静 半日后 正在修炼中的小武 忽然睁开眼睛 朝着远方看去 和小武 做出相同动作的 还有龙旗军团长 他和小武 同时看向同一个方向 雷浩感受到了他们的动静 发生什么事了 他的感应不如小武敏锐 也不像龙旗军团长一样 拥有亡灵之眼 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小武道 有几个 不怀好意的家伙来了 你们继续修炼 我来解决 此时龙旗军团长 忽然向前 将小武等人护在身后 这是林墨宇给他的命令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 小武他们 雷浩看着远方 他一直没能感应到 有什么人过来 直至一分钟后 他终于看到 有两人飞了过来 雷浩目光微眯 道尊四境 来的两人里 有一个道尊四境的人族修炼者 另一个是道尊一境 雷浩有些意外 来的竟然是两个人族修炼者 祖地开放 来的九成九都是妖族 不过人族进来的也有一些 但不是没有 本来见到童族 也不需要意外 可这两个人族的修炼者 明显不怀好意 雷浩不禁猜测 难道林墨宇 还得罪过童族人 远远的 雷浩看到那个四境道尊 拿出了一件法宝 法宝是一面镜子 他直接高举着镜子 一道光字镜子中射出 直扑小武而来 他的动作很突然 相隔万米突然动手 让人防不胜防 但是龙骑军团长的动作更快 在他动手之时 龙骑军团长 已经挡在了面前 手中战刀挥起 强大的力量轰然爆发 直接将法宝的光束轰散 同时空间扭曲 一直由百味龙骑组成的小队 凭空出现 血腥冲锋发动 龙骑小队身周浮现 血腥白骨大盗 血色汪洋中 白骨哀哀不断沉浮 百味龙骑 化作血色洪流 朝着来人冲去 不需要任何言语 龙骑军团长 也不会听任何解释 小武说 对方不怀好意 便已经有了动手的理由 雷浩奇怪道 小武 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不怀好意的 小武道 不知道 反正他们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样 具体的小武也说不出来 但雷浩本能地 相信小武的说法 或许这就是 小武的第六感 对方的行动 也证明了小武的话 那位四镜道尊 面对血色洪流 丝毫无惧 将手中镜子 往天空中一抛 同时施展秘法 镜子瞬间放大 笼罩天地 暴射出无穷霞光 将方圆数万米 都笼罩在其中 小武的上空 顿时出现了一个虚影 虚影是一只软萌的小兽 雷浩看到小兽的刹那 不禁失声 魂灵祖兽 霞光之中 小武的空中 出现一只软萌小兽的身影 这是小武的真身 魂灵祖兽 魂灵祖兽的大名 大多数修炼者都知道 雷浩自然也知道 他惊呼着叫出了小武的身份 怎么也想不到 小武竟然是魂灵祖兽 在他叫出小武身份的同时 一号龙骑军团长 魂灵祖兽 果然是魂灵祖兽 想不到 在这里 老夫竟然还能遇到魂灵祖兽 真是天大的机缘 魂灵祖兽 是无数修炼者都想追求的灵兽 通过魂灵祖兽 可以研究因果大道 若是能亏得因果大道的一丝皮毛 那也能获得天大的好处 似近道尊 根本没把百名龙骑放在眼里 更没把龙骑军团长放在眼里 而是对着小武道 小家伙 跟老夫走吧 从此以后 老夫就是你的主人 小武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一言不发 并且一动不动 似近道尊疑惑道 你这是什么眼神 小武道 父亲说过 不需要和死人废话 似近道尊一听之下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是大喜过望 你竟然还有父亲 那太好了 等我抓了你 再去抓你父亲 只要魂灵祖兽足够多 老夫肯定能领悟道 他话没说完 忽然间天地变色 化作血色海洋 一直由千名龙骑组成的军队 再次发动血腥冲锋 一到远比之前强大的血色洪流 朝那位四境道尊滚滚而去 与此同时 一号军团长也相应出手 他挥起战刀 朝着天空中的镜子 一刀挥出 致命一击 汇聚了整支龙骑军团 千万龙骑的力量 打出了最强大的一击 他的动作 隐藏千名龙骑之后 十分隐秘 等到那位四境道尊发现时 致命一击落在宝镜上 宝镜上顿时出现大量裂痕 搜的一下 回到自己主人手中 四境道尊 看着密满裂痕的宝镜 露出无比心疼的表情 他朝着一号军团长怒吼连连 你竟然赶回老夫宝镜 老夫定要杀你 宝镜很奇特 可以看到小五的真身 可是他的等级并不高 在第一次使用时 一号军团长 直接将光束轰散 由此 一号军团长已经判断出 这块镜子 并不是一件攻击型法宝 而且等级也只是 勉强抵达道尊镜 宝镜的真正作用 并不在战斗 一号军团长有智慧 他的对手 是这位四境道尊的全部 包括所有法宝 既然如此 那就把他的法宝一一摧毁 这样也可以进一步削弱 他的力量 血色洪流 再次撞在四境道尊身上 宝镜绽放霞光 形成强大防御 这次由千名龙骑 组成的血色洪流 并没有被震散 只是被震得飞退 可四境道尊身上的宝衣 依旧完好无损 霞光根本没有变弱 千名龙骑不够 原本一号军团长 打算出动更多的龙骑军团 忽然他停了手 一只密满落亭的手掌 带着浓浓怒意 铺天盖地而来 等到那位四境道尊反应过来时 想再逃已经晚了 掌心之中 升起磅礴犀利 可怕的力量形成漩涡 将这位四境道尊牢牢吸住 灵团宇带着他的万米之躯 震动着诅咒之意来到此处 因为时光诅咒之意 搅动了时间 所以 林墨宇的出现 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林墨宇就像是瞬移一样 突然出现在这里 然后一把抓住了对手 力量大到真身加持 林墨宇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可怕力量 保护着四境道尊的霞光 就像是鸡蛋一样 砰的一声 被捏得粉碎 在四境道尊惊骇的眼神中 林墨宇拳头猛地捏紧 将他握在掌心 伴随着一声惨叫 等到林墨宇张开掌心时 前一秒还不可一世的四境道尊 此刻已经像是泥人一样 瘫在林墨宇的掌心之上 虽然还没死 但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怪叫声响起 那位与之同来一境道尊 带着惊恐的叫声 转身就逃 林墨宇一巴掌拍过去 砰的一声 这位一境道尊 当场炸成一团血污 一拍一捏之下 两位道尊 一死一残 这种战力 把雷浩吓了一跳 道友 饶命 四境道尊躺在林墨宇的掌心之中 奄奄一息 用最后的力量求饶 他肉身一毁 就连灵魂都受到重创 林墨宇这一捏 携带着可怕距离 力量大到 已经将他跟机回去 你刚才不是要抓我吗 我就是他的父亲 林墨宇说话间随手一抛 将掌心中四境道尊抛弃 随后再次一巴掌挥出 就如同拍苍蝇一样 直接将他拍得粉碎 不只是他的肉身灵魂 被拍得粉碎 就连储物法宝都被拍碎 林墨宇随手一挥 就将之全部收起 看在同为人族的份上 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林墨宇至少还是让他知道 自己为何而死 随手杀了两人 林墨宇身形随之变小 最终恢复正常 至于这两人为何而来 根本不重要 而且不用问林墨宇也能猜出来 他们肯定是 发现了小五的身份 所以特意过来抓小五 这种事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 如果遇到了救 那杀了便是 雷浩此时正在当场 之前还不知道 林墨宇是如何杀死雷璇的 而且和雷璇一起被杀的 还有一位道尊四敬 现在他算是明白了 林墨宇杀道尊四敬 就和拍死苍蝇没什么区别 林墨宇的战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 自己就算到了 和林墨宇相同的境界 也远不是林墨宇的对手 雷浩心中对林墨宇的福气 越来越重 林墨宇问道 雷兄怎么过来了 雷浩终于回神 立即把整件事说了一遍 林墨宇脸上笑容不改 一点也没有担心的模样 原来是为了这个 雷兄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杀你们族人 杀得多了 你会不会难做 雷兄 雷兄 雷兄